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 俄军被炸怕了 将防空导弹车装上舰 莱茵金属公司发布最新KF-51主战坦克 以色列发布创新型潜射无人机 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俄军被炸怕了 将防空导弹车装上舰 在本周有社交媒体图片显示 俄罗斯黑海舰队和瓦西里贝科夫号 互卫舰为了加强防空能力 竟直接在飞行甲板上 固定了一台陆军型的 道尔地空导弹发射装置 这样的操作简直丢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脸 军事学家们认为这次的改装 主要是因为莫斯科号悬扬舰被击沉 导致了黑海舰队的担忧 瓦西里贝科夫号属于俄罗斯 22160型轻型护卫舰 按设计是没有防空导弹的 只能靠水兵携带单兵防空导弹 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因为 该型护卫舰并不考虑独自迎击对方航空兵 而是在乙方的防空网下发挥作用 可是实战证明 黑海舰队的防空能力实在无法满足要求 但把陆军防空导弹开到军舰上 提供防空能力 不得不说是毫无作用 但的确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效果也不见得有俄军的期望那么高 类似于道尔防空导弹车这样的型号 虽然被称作伴随防空系统 但总的来说 这种型号是要停车才能够发射 因为只有停下车来 雷达才能准确测定自己的坐标 导弹发射管才能准确测定 自己的高低角和方位角 一边开一边打 车辆震动和摇晃带来的误差 能让雷达搜索 照射以及发射管定向之类的工作完全失效 所以几乎看不到陆军防空车辆 一边开一边打 但是战舰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平台 海水的波动和战舰本身的运动 会让发射平台随时处于动态之下 为了能够让舰载武器可以准确发射 就必须在船上设置一套非常复杂的惯性测量设备 要是把陆军的武器系统移植到舰船上 就要和船载惯性设备进行集成 然后修改火控软件才能使用 而且这样的改造还占用了飞行甲板 挤占了使用直升机作战的能力 并且导尔导弹其实是由海军版的 也就是著名的匕首系统 但是为什么这次还硬要投铁将导弹车搬上舰呢 八成是俄罗斯军队装备体积上的重大缺陷 自从遭到西方制裁之后 无法进口很多类型的高端电子元件 因此军事装备的生产改造和改进难以为继 如果不存在零部件供应的困难 俄罗斯早就把一套又一套的匕首系统 卡士坦系统推下生产线装备在战舰上了 当然其他国家也尝试过陆军防空车辆上船 美国海军陆战队曾把反无人机战车 部署在两栖攻击舰上 不过反无人机战车一般采用电子干扰方式作战 对指向精度要求很低 因此还可以发挥作用 而把道尔防空导弹发射车直接固定在甲板上 这样无奈的做法并不会有太高战斗力 舍岛是奥德萨港外的战略要地 俄乌双方必然围绕它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争夺 如果这艘护卫舰也被乌克兰军队击沉 俄罗斯海军的脸面真的就可以丢掉了 莱茵金属公司发布最新KF-51主战坦克 2022年6月13日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在刚刚举办的欧洲防务战上 推出了最新款的KF-51黑豹主战坦克 黑豹这个名字取自二战后 德国著名的中型坦克 其旨在取代德国陆军大量装备的包二系列主战坦克 并且很快就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兴趣 毕竟随着俄乌冲突愈演愈烈 欧洲国家正在重新研究自身武器装备问题 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莱茵金属公司公布的这款坦克重量是59吨 从数据来看 黑豹是一种比包二后期型更轻的主战坦克 这比起包二A6、A7和M1A2重达70吨的后期型要轻了不少 该款坦克与包二使用完全一样的动力包 也就是1500马力的MTU V12双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但KF-51坦克更轻的车身重量 其机动性肯定会进一步提升 目前现役的主战坦克为了提升防护能力 在重量上基本已经达到了极限 导致自身机动能力下降更适合进行城市攻坚战 而在纵身穿插作战时的作战效能不增反减 不过莱茵金属公司并没有为其选择 例如混合动力等更为先进的动力系统 这也许会有点令人惊讶 但使用源自包二坦克的成熟的动力和底盘 是该款坦克在短时间内造出样车的秘诀 KF-51坦克的武器系统却和包二大相径庭 由于其主要的承包商是莱茵金属公司 而不是克劳斯马菲公司 因此十分大胆的使用了一门 当今全球主战坦克里口径最大的坦克炮 52倍口径的莱茵金属130毫米花糖炮 这款新型主炮本来就是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完成的武器 并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 莱茵金属公司表示 130毫米主炮比包二的主炮效率高50%以上 并且具有更远的射程 可发射包括使用半可燃弹壳 新型推进器和新型先进长杆的乌川甲弹 以及各种先进的智能可编程弹药 除了一挺常规的12.7毫米并列机枪外 KF-51坦克最大的亮点就是炮塔上的遥控武器站 和两个可以升降的倾斜发射架 发射架能够发射Hero 120巡飞弹 无人机和目前尚未公开的导弹 为了使用无人机 KF-51甚至还专门提供了一个无人机操作员的座位 KF-51的原始设计是三人车组 而加上无人机操作员后 就与包二坦克一样是四人了 在坦克的防护方面 莱茵金属公司透露的细节很少 只是声称将为车组成员提供比包二坦克更好的保护 并采用主动被动及反应装甲等防护技术 其中主动防护为莱茵金属的打击盾 主动防护系统 由于防御反坦克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KF-51是在法国举行的欧洲防务展上首次亮相 这辆主战坦克很可能会影响法国和德国的合作关系 因为德法两国有一个地面作战系统的下一代主战坦克计划 而德国克劳斯马菲公司和法国NEXT公司 也在今年的萨托里防务展上展示了欧洲主战坦克EMBT的样车 而KF-51黑豹坦克则是采用莱茵金属自筹资金研发的 这两款主战坦克定位相同 都是为了替换现有的包二主战坦克 并出口欧洲其他国家 可以预见二者肯定在不久之后会有激烈的竞争 以色列发布创新型潜射无人机 以色列SPARE无人系统公司推出封装型NINA-103潜射无人机 该无人机首次实现了从水下发射 为潜艇和无人潜航器提供了战场上实时超视距态势感知 该公司表示 潜艇无人潜航器等水下平台对水面以上的目标感知能力差 较难实现对水面以上的目标的探测 而该款无人机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自主系统 专为解决潜艇无人潜航器等平台 对水面以上目标的探测需求而设计 其可以从水下发射满足实时的作战需求 该款无人机兼顾耐用且易于操作 适用于恶劣的水下和海上环境 并且潜艇团队在距离海岸线较远的距离 接收到的实时成像 避免了位置的暴露 此外还具有开放式架构 可实现第三方数据链路集成 还可以无缝集成到现有的潜艇发射装置中 并且具备的低视觉 低热量和低升学特征 使其支持隐身模式操作 有人会问这玩意儿侦查完怎么回收 答案是无需回收 一次性的 怎么样 火力军已经开始期待他上战场了 说不定就可以捡回来一个玩玩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认为德国会选择哪一款作为其下一代主战坦克呢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hhhh 下期再见